山长在大城市的人一般很少有机会吃到这种菜 我们在乡下叫做猪婆菜,又叫甜菜 我们今天要用豆豉鲮鱼,炖甜菜 以前没有油水,这些菜基本上没有人吃的 也相当奢侈 我们丢掉菜叶,只吃菜款 好了,我们将菜款清洗、备用 简单单,就焦了两段就可以了 起锅下油,放入姜、蒜、豆豉 因为这些菜相当的湿热,所以要放些姜 好了,加入豆豉鲮鱼,炒香它 然后放入菜款,因为这些最难熟的 稍微有少少的菜叶,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加入适当的食盐,以够白糖 然后轻轻地搅拌一下,然后就可以盖上去 千万不要搅拌 好了,切开过去,有点水气 然后轻轻地翻转它 用豆豉香味,蒜蓉香味,全拍了 全拍了,全拍了 牛蒸丝吃这个菜,为什么不好吃呢 因为没有那么多油水 香气已经全拍了,有八成熟了 再炒一下,继续盖上去,不搅拌一会儿 这个卡士鲁虾虽然说小一点,但是火候也不错 哇,已经闻了甜脆的香味 轻度再搅拌一下,先试一下 豆豉鲮鱼,送饭真的一流 其实这个时候,豆豉鲮鱼已经不是猪角了 味道已经进入猪婆菜里面了